有一个19岁的大学生 他省吃俭用的 存了一年才存了八万多块钱 那么买了一台二手车 没想到开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因为他打瞌睡 结果呢 没有刹车 往前冲撞了四部车 惊醒一瞬间横冲直撞 在国道男子路段真实上演 造势白色自小客车 往前冲撞没刹车 先撞上了蓝色自小客车 强劲的撞击力向前打转 继续横冲 右边小货车的侧面被猛力一撞 失控撞上了前面的工程车 最后连接车闪避不及 撞上护栏 总共一二三四 四辆车无故被波及 地上还留有连接车的刹车痕 当时连接车为了散自小客车呢 就不小心撞到了护栏 撞的是外星扭吧 连环冲撞全被行车记录器拍下来 连国道远景都说像拍电影 而造势的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 无照驾驶打瞌睡 惊险冲撞却毫发无伤 连远景都说命大 但闯下了大祸 所有被波及的车辆维修费 都得由大学生买单 代价想必让他欲哭无泪 昨天新闻欧城委陈古明 高雄报道